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北京时间2月10日,有球迷发布了一项数据,无人控球后卫,施罗德面对库里时,将其限制得非常不错。 库里面对施罗德,9次出手无一命中,三分线外,更是七头零重,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。 在很多人眼里看来,施罗德身高1米9,体重不到80公斤,78公斤。 这样的身体配置,在NBA控球后卫里不算突出,尤其是他的防守,较为单薄的身板,很容易被对手撞开,可事实却大不相同。 在防守库里上,施罗德为何能这么出色? 第一点,施罗德力量对抗,一般是一个事实,但这却给了他如影随风的速度。 施罗德的突破速度,可以排进NBA前十甚至更高。 他的第一步很快,在突破过程中,可以随时变换节奏,对手防不胜防。 防守端,也是同样的道理。 施罗德的直线,横移速度都不慢,可以轻轻松松,跟上对手。 联盟大部分后卫,在速度比拼上,都不如施罗德。 何况年过三十年的库里,要想防守库里,最重要的就是,不给他出手空间。 库里一直是联盟,顶尖的小打大球员。 他利用自己前熟的运球,晃开对手,创造出出手空间。 他投篮速度极快,对手根本来不及防守。 可是,让施罗德,这么一个速度极快,能仅身贴防的球员防守。 库里,自然有些不适应。 施罗德,凭借自己的速度,可以紧紧跟住库里。 库里不借助挡拆,很难强行突破李康。 因此,库里面对施罗德,很难创造出三分出手空间。 强行投篮,命中率太低。 第二点,施罗德是一个,非常积极的防守球员。 即便他知道,自己身体天赋一般, 但用积极性,来弥补自己的防守,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 一股数据,施罗德每场比赛,有一次成功就球。 排进联盟,第34位。 而场均0.24,主动造对手进攻犯规更是排在,全联盟第15位。 他的出场时间,不过31分钟,效率很高。 此外,他还有大量的干扰,传球以及补防投篮。 在胡人队,他的防守意识,和防守能力,也有不小的进步。 毕竟身边,有詹姆斯,戴维斯等,优质球员。 就连胡人主教练沃格尔,也是以防守起家。 最后一点,防守一个超级巨星,从来不是一个球员的事情。 施罗德一个人,不可能给库里这么大压力。 胡人孜孜不倦地,协防给了库里很大压力。 面对胡人,固若惊汤的内线,以及整体身高偏高的外线。 库里想出手,难度会变得很大。 施罗德贴防库里。 胡人有人协防,库里的进攻环境,就会大幅度下滑。 何况勇士今年的三分,投射还很一番。 胡人大可以放弃格林,或者是乌布雷,直接赶来,协防库里。 以上基本说明,施罗德是一个联盟,平均水准以上的防守球员。 他未来,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 对于一些身体天赋,平庸的后卫球员来说,身体天赋不足,就用积极性,和态度来弥补。 这样也可以打出,很好的防守表现。 各位读者朋友们,你们如何认为呢? 嗯?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